哈囉大家好,我是尚尉凱,歡迎來到我的第二頻道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分析的是 神皇咒絲 這張卡片,無論你要放進光隊 或者是希拉隊裡面 都是一個非常好用的隊員 那如果你是想要放進希拉隊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練兩張滿燈滿技的 潛能解放過後的咒絲 那如果你單純只要放進光隊當作隊員的話 練一張就可以囉 那他目前 有雙技能 新轉成自身 以及 自身生命力高最大兩倍的攻擊力增傷 那其實 兩倍的攻擊力增傷在目前的版本 已經算是中間偏低的一個情況 但是這一張 非常適合放隊員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三位真的是滿高的 超級誇張的4500生命力 放進他就感覺整體 的隊伍都變強了呢 好,那麼接著就為大家介紹他適合放進哪個隊吧 那目前 首推 瑪雅 對,因為瑪雅 他是 光 反正就是很容易補滿血就對了 大家可以看那個瑪雅的實在影片就會知道了 所以 在這麼容易補滿血的情況下面 我們咒絲的增傷就更為的有用了 好,那而且 咒絲他又可以把 新珠轉成自身符石 就是光珠 所以在瑪雅隊裡面 他有一個隊伍技能就是 如果你消10粒以上的同樣組 同樣的光珠 這樣子你消30粒的話就可以到達1.6倍 這樣就比較容易到達1.6倍了 或許 就這樣還是要看天降啦 對,那以上就是 他適合放進的隊伍 那其實他更適合放進的就是我們希臘 因為他其實跟希臘有一個隊伍技能的搭配 呃,這白話文講就是他們的技能搭配就是 就是讓希臘的天降可以更穩定 而且全部掉落的符石都會相連 所以我們正常如果說你要玩希臘 通常都會打咒絲去做爆發的一個部分 這樣子爆發跟天降都會比較穩定 那可是目前希臘的天降被改過了 那雖然這個沒有官方的證實 不過玩家玩起來的感覺就是這樣 所以希臘竟然沒有很強 那咒絲當隊員的這個感覺又被削弱了 所以現在目前 咒絲能用到的場合通常就是 跑跑龍套 就是你可能你光隊缺一個隊員 然後你又不知道放誰 然後你的生命力 隊伍的生命力剛好很少的話 你可能就可以考慮放個咒絲 只有這樣,對 期待哪一天希臘又易轉了好不好 我們可能咒絲也會跟著升天之類的 也不一定 那最後要跟大家介紹 要怎麼快速練好咒絲這張卡片的技能等級 那首先是他可以吃他的潛能解放的素材練技能 只要你在潛能解放過後他有雙技能對不對 他有雙技能 第二個 有其中一個技能就是新轉成自身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技能去 吃我們的潛能解放素材的 嘿 對 他技能是一樣的 新轉成自身 所以他的 是可以吃我們進化素材 然後來升技能的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如果真的要練快一點的話 就是先把你的 咒絲潛能解放 你可能不用練滿技能 就潛能解放之後 在 這樣子就可以雙技能 都可以 練技能就對了 所以就推薦大家這個比較快的練技能方法 那最後最後要跟大家提醒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就是大家也知道 我們 九瘋王 再過幾天 即將 要跟大家見面了 那這一次九瘋王他有一個 很 特別的隊伍技能就是 當你的 呃 隊員是八星召喚獸的時候 攻擊力與血量 回復力有1.3倍的加成 好死不死 我們 咒絲在潛能解放之後 是少數 唯一不是瘋王 而且是八 星的 卡片 所以 就某種程度而言 他真的 也算是九瘋王的隊員的選擇 所以 大家 可以刷 咒絲 然後 為九瘋王的隊員做準備 以上就是我對 神皇咒絲的想法 那再有什麼更多想法的話 歡迎留言在下方 那 如果你們喜歡這系列的分析影片的話 別忘了 按下你們的 訂閱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那麼 下次有新的分析影片的話 就可以 第一時間 通知你喔 如果說你們有想要看什麼更多的分析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就會 第一時間 拍出來給各位的 那我是Nory凱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了 大家 掰掰